好 雨萱 今天大家都在討論說 柯文哲說他要設立很多很多很多個小草咖啡廳 但問題是大家覺得奇怪了 你難道不曉得這是一個違法的行為嗎 本來就義無反顧撈一次嘛 那撈完一次就想要再撈一次嗎 又很怪 柯文哲今天講這個講法太奇怪了 首先他講了老半天 但是他都在談論一件事情 叫business model business model 就是他講商業模式嘛 因為仔細看他每一句話 怎麼樣賣咖啡 我們怎麼樣引進這種自動販賣機 樂食販賣機 然後講說我們要找鼎泰峰聯名 他就講說我要怎麼樣才可以賺錢 收入草會多嘛 那你講這個東西就不是政黨行為 因為一般的政治人物 他們要操作這件事情怎麼弄 他應該是爭取民眾的支持吧 就弄一個服務站對不對 然後免費 免費給大師嘛 柯文哲的一切都是要花錢的嘛 你小草要捐500塊給他 要他的紀念品你要付款 然後現在就連去他這個東西都要叫做營運站 然後事後呢等到被大家質疑說 是不是違反政黨法的時候 才想說沒有啦 我跟你講啦 我們這個絕對只是借地址借場地而已 不是啦 你要借地址借場地 你怎麼會討論得這麼細呢 記者問他說 什麼叫借殼上市 他說我不知道 什麼是借殼上市 你這個就叫借殼上市 還什麼不知道什麼叫借殼上市 但我建議喔 柯文哲不用去找鼎泰峰 因為現在我跟各位保證 絕對沒有任何一個大廠牌敢跟他合作的 陳姨姊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我今天跟他合作我就等著被抵制吧 柯文哲弄這些目的道的是為什麼 他一直在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到目前為止 我們剛才討論這麼多重大的議題 驚嚇有沒有討論 有吧 兩岸之間 美中台三方問題 這麼多的衝突 柯文哲有沒有去跟你講這些 沒有他一直在想著一件事情 選舉 他還在想著2028年 從頭到尾都在討論2028年 但各位啊 他在這段專榜裡面喔 講出一句話喔 我跟你講 算是跌破大家眼鏡 但其實大家眼鏡 本來看到柯文哲就是碎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說我跟妳講啦 其實到1月12號的時候 早就知道了 我跟他問他 所以你知不知道 你那時候選情狀況什麼 他說對 我早就知道 我不會贏 等等等等 各位倒帶到1月12號 陳姨姊那天你知道他在幹嘛嗎 在做什麼 募款 募到23點59分 一無反顧 騙一次 撈了4000萬 他說那個時候我就知道 不會贏的 結果他那時候在卡拉上說什麼 說他那時候在那場合說什麼 我一定會贏 我們一定會贏 侯友疑是侯老三 潮水退了 知道誰沒穿褲子 所以你這段話不就驗證了 你那時候就是金光黨嗎 但你那時候為什麼要這樣子騙人 為什麼要騙人 因為有錢繼續撈嘛 他總不能說我是柯老三 我沒穿褲子 馬上就沒有人要募款給你了嘛 所以各位 柯文哲為什麼你仔細看 包括他最近的流量 包括日北高 一直不斷的在下滑 甚至他不惜回老路 他又要再蹭回去藍白河的話題 他自己又在專訪中 又提到了藍白河 又說什麼 哎呀我當年最大的錯誤 就是因為河跟這個分 我一直在搖擺不定 我如果再來一次 我應該不要搖擺 我直接說6點協議 我不要簽了 你在騙誰啊 柯文哲就是透過這種 不斷搖擺左右搖晃的方式 跟藍營之間拉拉扯扯嘛 從6點聲明 再到立法院長有沒有這樣子 有 又再拉拉扯扯 招委選舉有沒有這樣子 有 又拉拉扯扯 藉而增加自己的美光燈 藉而增加自己的曝光度嘛 所以柯文哲很顯然就一件事情 得了便宜還賣乖 然後現在跟你講 我要繼續花半年時間 來檢討我的總統大選SOP 為什麼我2024年的時候會選輸 各位你知道這什麼意思嗎 代表這半年之內 他還會持續糾纏 他還會走不出來 所以我們從現在開始計算 到今年9月 柯文哲都還會持續跟你討論 1月13號他到底是怎麼輸的 好的韋翰 其實在這次柯文哲的專訪當中 他也提到說 其實在去年藍白河的這個六點協議 他說他是後悔的 他說早知道他是不會簽的 當時你怎麼解讀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其實他是快人快語 他現在的說法 我不知道 等到2028會不會再做點修正 簡單說他講的也蠻務實 因為這跟我以前在節目當中講的內容是一樣的 他簽下六點聲明的時候 國民黨之者是高興的 因為願意跟國民黨合作嘛 可能當侯友與副手 可是國民黨支持者高興 比較可能不支持國民黨的白銀支持者 可能叫淺綠 就跑掉啦 對不對 那可是問題是 那你跑掉這些 你至少拿到國民黨嘛 你拿到了像是這些可能 這個國民黨支持者的支持 要投給你這個 侯科配或科侯配啊 但可是最後1月 10月23號在金月酒店又開私 然後10月24以後又分別登記 所以呢 藍營的選民又生氣 所以跑掉了淺綠 又跑掉了深藍 那都沒有了 所以他自己也對 所以他才講說 是啦 剛剛雨萱在講說 所以他是說他知道他不會贏 可是大家回頭檢視說 那你既然知道不會贏 為什麼過程當中 你又一直告訴支持者 認為你會贏 這會被檢視啦 但是沒關係選舉當然都講 我自己有信心啊 侯友也認為他自己百分之百會贏 對不對 這倒沒什麼 只是說你後續要怎麼走 今天的這個話題是這樣 因為小嫂咖啡廳 我是真心覺得他是很有興趣 他很積極的想要做 因為他不是只有 但是被人家講說這是一個商業模式 可是你如果是一個政黨法的規範的話 你根本不應該有所謂的 business model這樣的想法 這個就是專訪之後所衍生的 後續要必須修為嘛 雖然現在的說法就要做修正就是說 這個叫做支持者去開 我們只是借用他的場地 因為不可能由政黨來經營 那一開始他可能沒有那麼清楚啦 可是這個必須做修正不能違法嘛 但你要知道 如果你進到那個細節去看 你就會發現說他是有想法的 第一個因為他的這個好像林國城 他在這個中山區當議員 那個寧夏路夜市他有認識啊 所以他已經跟寧夏路夜市裡面的攤商 要合作以後把他們的產品移過去 所以這不是 雖然你可以講說他可能是突發奇想 或天馬行公 這個是有connection的嘛 因為你收嘛 然後呢 他覺得鼎泰風東西好吃 所以要跟鼎泰風聯名嘛 那宇軒你講的是說鼎泰風會願意跟他合作嗎 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或許人家不願意 因為參清政黨以後 以後民眾黨支持者去吃鼎泰風 那藍綠的就不是鼎泰風 所以可能商家會有顧忌 跟歌手一樣不能隨便 對對對 所以這種東西 餐飲啊 影藝圈啊 或是什麼他們是不會政治上表態的嘛 所以或許他的這個想法不會成真 可是他有想法的嘛 然後呢 泡麵還要自動能夠泡出來 因為他說支持者會來嘛 來的又不能只有吃咖啡啊 對不對 喝咖啡之後還要吃飯 要吃什麼 他說那種 那種什麼所謂太空包那種 加熱的什麼牛軟飯 那不好了 要泡麵 而且按下去以後 掉下來加熱水 那個日本已經有了啦 我也難想像 柯P會有這麼周到的想法 所以他 而且我剛剛也跟大家講 他不是要開三家小草咖啡廳 他在全台灣都有 至少22家 每個縣市都要有 22家 可是第一間是這三家 那這三家 所以他得票比比較高 所以他願意開這三家 那第二就是說 他的想法是這樣 那現在大家有講 他就做修正 就政黨不能開 可是 他所要做這個事情 是為了要讓他能夠 有地方實力 他發現他跟國民黨 跟民進黨的地方實力差很多 他認為這兩個黨很強 雖然後選人沒有他強 侯友宇也沒有他強 他認為這樣子 但是政黨比民眾黨強 國民黨民眾黨強 所以他現在的首要之路 就是要讓民眾黨 至少跟國民黨跟民進黨 在2026或2028的時候 不要差太多 所以他地方要有很多的里長 市民代跟議員 所以他要去大量的提名 所以叫N加1計劃 那N加1計劃也就是說 現在N就是現任的議員數 1就是加1 所以如果N是0 比如說高雄跟台南 所有的議員選區 目前民眾黨一席都沒有 所以這每一個區 他都會加1 都會有一席 所以全台所有的選區 他都會有提名 那因為立委員大概多席次選舉 你今天選立委選市長 絕不容易 黃國昌要在新北市選贏 黃山要在台北市選贏 非常困難 因為講話也不是吃素的 那新北市的話 國民黨由他的實力 侯友宇他不管是劉柯然 李斯酸或是洪孟凱 但是議員要選贏真的不難 只要民眾黨支者真的還在 你看他哪26%嘛 那議員大概就是8%就能選上了 你要說我一次提三席都要上 因為我26%這個3824 那你就等著三個都落選 可是如果你真的能夠 就守住保守提名 真的只提一席 比如說我就講一個 中正萬華的吳宜萱 上次只差一點點 幾千票而已 這一次如果再一次 你也沒有提兩個 因為N加1嘛 中正萬華現在沒有議員 你真的就只提吳宜萱 但是他現在又是信任部主任的話 就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我相信他會上 90%會上 因為他是多其次的議員 你只有提一席 你又沒有另外人分票的話 你26%往後砍 砍下來以後 那一樣還是會有8%的 那再來就是說 你必須要把民眾黨的人才留住 所以我講 屯兵 點將 積良 像楊寶貞 他基本上是有知名度的 可是這一次又 不要講負氣而去 但負氣而關機嘛 就四五天找不到人 那我也跟大家講了 我有跟楊寶貞聯絡上 也有通電話 也有了解他的心情 但是這個基於道義 就不方便替他說 他自己會講 所以他自己有他自己的規劃 那他是不是要去台中 他是不是要在台北 他本來經營的是台北 那楊寶貞跟我的私下談話 我不說 但我可以做正式分析 寶貞因為是基督徒 所以呢 他對於一些宮廟行程 他比較不能接受 但是民眾黨裡面 確實有人講說 你這樣怎麼選 你要積極啊 別人都在拜廟 你看溫山區都去拜那個對不對 這個指南宮都去幹嘛 你為什麼不去呢 因為他有他的信仰 所以也有一些地方 對他的抱怨說 你都不積極 可是楊寶貞想說 我很努力在選啊 所以他的目標是松信 可是柯文哲又丟出了一個台中 那大家看到 因為他跟蔡壁如跟李友宜有去吃飯 另外一個是幫蔡壁如寫書的記者 所以你就知道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寶貞他跟蔡壁如跟李友宜在一起 他是遠離黨中央的這一群耶 那大家會印象說 你是要跟蔡壁如跑去台中嗎 我的政治分析是不會 因為盧秀燕找了一個蔡壁如 如果再找個楊寶貞 太針對性了 好像所有民眾黨裡面 跟黨中央進行建源的人 都被盧秀燕吸走 那你要知道 我們今天把話講得更遠一點 盧秀燕顯然是希望跟柯文哲合作的 也就是2028年的時候 如果柯文哲的民調低於盧秀燕又願意 合作 這次就早點談好的話 他不會放棄跟柯文哲合作的機會 藍白河要談到2026跟2028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你把楊寶貞再拉去台中市政府 這個針對性太強了 我相信盧秀燕不會把他找去台中市政府 可是台北市或其他地方有在找 那柯文哲如果聰明的話 就把楊寶貞再找回來 你總要有好幾個不同 雖然黨內可能有人競爭 可是你不要放棄有知名度 而且又有這個所謂飽粉的這個楊寶貞 那他留在民眾黨台對民眾黨來講是比較好的 好所以 吳董你怎麼看 現在大家都已經在講到 所謂下面的兩場戰役了 2026甚至是2028了 你認為呢在接下來 民眾黨他會是什麼樣的角色 柯文哲是政治小丑 先把第一先講簽署 第二個再問 我讓你選200個市議員好了 好2026選200個市議員好不好 厲害了吧 那我再問你一個 恆再來一個問題 那2028有200個市議員的民眾黨 能選幾席立法委員 還是零啊 還是零席啊 這就是民眾黨啊 因為他還在這八個人 這八個立法委員 有哪一個下一次可以再當選立法委員 下去區域選舉 一個都沒有啊 他們沒有實力當立法委員 沒有實力沒有立法委員實力啊 那立法委員 立法院是國家的政治的中心嘛 你沒有立法委員 你怎麼當一個有未來的執政黨呢 然後第三個 剛剛講的很對啊 柯文哲到今天為止有沒有對 所謂的驚嚇海域這個事件 他身為一個第三大黨黨主席 有提出一個正式的發言 或開個記者會 沒有啊 那個國家未來的事情 他完全一個字不提 他就提咖啡廳 有提過一次 你大概忘記了 大概兩個禮拜以前 他提什麼你知道吧 他說我們要重視 跟兩岸的餘權問題 他把主權跟餘權都搞不清楚 這怎麼當國家領導人呢 這笑話嘛 好 再來過來看 柯文哲 我們在最後一個講一個 最可怕的地方 我請問你 你知不知道民眾黨的這個 他的主張是什麼 他的理性物實科學 理性物實科學 對不對 這三個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吧 這三個東西 你們都缺乏一個很簡單 叫慈悲 慈悲 完全沒有啊 他理性物實科學 他沒有對人 對人有關懷有慈悲 一點愛都沒有啊 是一個沒有愛的政黨 就是剛剛雨萱講的 他把他的欺騙當做 他的理性物實科學的翻篇 就是這種水準的政治人物 整個不堪入目